哈喽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现在在2021广州车展 3.2展馆 一气丰田的展台 在这看到了之前刚刚亮相的卡罗拉Cross 这辆车正是被另名为卡罗拉瑞放 现在来看一下它 其实设计那感觉就是挺土味的 就没什么新鲜感也没什么美感 然后整个后车厢也是方盒子的一个造型 车尾的话其实也比较常规 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里面 看能不能进去 居然是锁住的 然后通过这个玻璃的话可以看到 内饰其实跟卡罗拉的那个造型 基本上就是一致的了 因为它是相同的平台 但是轴距没有卡罗拉那么长 它的轴距只有2640毫米 整个车身 因为它抬高之后 它把它的轴距做了一个缩短 然后来满足它的一个 更加好的一个通过的性能 大家觉得这样一款车 卖多少钱合适呢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